这满清十二位皇帝当中 雍正帝的继位可以说是谜团最多 争议最大 三百年来 有关他篡改诏书继位的传闻是不绝于耳 甚至还传出他杀死父亲康熙帝 逼死母亲得非乌亚时的恶行 上集我们讲了雍正母亲的去世经过 根本不存在逼死的说法 那么他母亲的死因是什么呢 关于雍正继位到底有没有篡改诏书 我们专门做了个视频进行讲解 在上集我们也讲到雍正登基以后 他的亲生母亲德飞乌亚时的确是一点都不高兴 甚至干了不少事屡屡给他添堵 乌亚时在雍正继位后的种种让人瞠目结识的行为 可以说让他儿子陷入了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以为他儿子皇位的合法性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特别是他的死头天刚传出得病的消息 第二天人就没了 于是在民间便演绎出了好几个版本 又是绝食而死 又是撞了柱子而亡 总之是没得好死 本来雍正的继位就包裹在各种流言蜚语当中 又加上了一条逼母而死 那简直是十恶不赦 也难怪这雍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首先咱们必须澄清一点 关于雍正生母乌亚时绝食而死 一头撞死 那都是传闻 正式里没有记载 那么乌亚时的死因又是什么呢 应该是跟他的七管炎脱表关系 或许是母子争执之下突然发病 一口气喘不上来了也是有的 因此这雍正才十分的愧疚 不顾天气炎热在老娘的后世上是亲力亲为 其次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 雍正母子失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自顾没有不望子成龙的母亲 为什么他不愿意看到儿子当皇帝 自己当太后呢 在雍正登基前后 乌亚氏如此折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 是为了他的小儿子印提呀 或许在乌亚氏的心中 他的小儿子印提才是康熙帝合法的继承人 所以才对大儿子是非常的抵触 甚至还公开表示 亲命与子攒成大统 是非梦想所欺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白话就是 你当这个皇帝啊 我做母亲的一点都没想到 而且我也不希望你当 这叫什么话 在当时九子夺敌环境险恶的情况下 母亲竟然说出那样的话 简直是在给儿子的政敌 递刀子 是生怕别人不怀疑你儿子的节奏啊 从这点来看 这对母子的关系 真的是够疏离 够冷漠的 俗话说啊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为什么同样是亲生儿子 乌亚氏就兴望小儿子印提继位 对大儿子如此冷酷到不尽人情的地步呢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过去啊 人们普遍认为 这跟四阿哥印真生下来以后呢 是被孝毅人皇后 同家是接过去抚养有关 虽然都是亲生的 自己抚养和别人抚养还是有区别 十四阿哥是得非自己抚养的 当然更亲一些啊 所谓生亲不如养亲啊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在我看来 更主要的原因是 乌亚氏这两个儿子啊 都太优秀太能干了 在康熙诸多皇子当中呢 属于港港 都被康熙是寄予厚望 于是两个儿子的政治野心 也就逐渐膨胀起来 都想当储君 都想继承皇位 所谓一山难戎二虎 自古无情帝王家 在权力面前 什么父母亲情兄弟手足都是假的 在皇宫内院上演了多少父子相残 兄弟相间的悲剧 两个儿子斗得你死我活 逼得母亲也只好选择站队 一个是做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 一个很早就被人抱养了 谁亲谁输自然是一目了然 而且雍正这个人性格内敛 诚服极深 不是那种会讨母亲喜欢的小绵羊 继位后担心十四弟不服 立刻把他圈禁了起来 更是触碰了母亲的底线 乌亚氏心里肯定是恨得牙根疼 好你个老四 对你弟弟如此心狠手辣 当初还不如不生你 你不让你弟弟好过 我也不让你好过 乌亚氏的慈母心肠都放在印提那里了 对着雍正就只剩下了老母 其实对雍正来说 估计心里也很委屈 泡泡心里的苦谁知道啊 你们整天母慈子孝 就我是捡来的 印提是你的心肝 我就是充话费送的 皇位是我凭本事得来的 我凭啥要让给他 他小他就有理了 你也是我亲娘啊 怎么忍心如此对我 是真不把我当儿子看 行你折腾我 我就折腾你小儿子 这样就想明白了吧 哪怕乌亚氏死后 雍正也没把他那十四弟放出来 一直关着 相当于是终身监禁 直到雍正去世乾隆继位 才让他这位十四叔是恢复自由 雍正对自己同胞弟弟如此打压 有政治上的理由 其实也有跟母亲较劲的因素 他越是对母爱求而不得 就越反感应题 其实这母子二人骨子里还挺像的 都是个性死硬而倔强 最终到了阴间 恐怕也没法和解 最终母子二人兄弟二人是彻底分道扬镳